另外在富里乡永丰村则是有一名男子紧张的跑到派出所 向警察说他的钱包和手机不见了 而钱包里还有三万元的现金 只说前一晚和朋友喝酒喝了很多酒 醉了就把钱包放在地上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警方的据报之后也带着他前往寻找 一直到经过一间厕所 警方心想当事人当时在喝酒会不会上个厕所 就把钱包放在了厕所里面 果然随后就在厕所找到他的钱包了 富里乡永丰村一名男子紧张的跑来派出所 向警察报案说他的钱包跟手机不见了 钱包里面还有三万元的现金 只说前一晚跟朋友酒喝多了 醉了就把钱包放在地上 早上起来的时候想不到放在哪里 担心被人捡走 再加上身份证等等重要的证件 都在包包就跑来向警察求救 副所长马上开着车带着这名男子 沿着他走过的路来寻找 但是一直都找不到 直到经过一间厕所 副所长心想 会不会上个厕所就把钱包放在里面 果然就在厕所外面的地上找到钱包 以及手机 这名男子对于涉及负责的包包 非常感谢陈副所长热心的协助找寻 因为派出所的重视才能在第一时间把包包找回来 并没有造成损失 接着高双双不离乡采访报道 宝贝尔 好 好 好